哈囉,我是劍娃老師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平方根比較進階一點的題目 可能比較容易讓空雄都混淆 再來我們直接看題目 如果挖號2x-1的平方根是正乎7 那麼求3x加6的平方根 那簡言之,其實我們在做平方根的時候 如果怕把平方根的意義搞混了 我們不妨這樣想 今天有個數字我們要去求它的平方根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字 如果說今天有個數字a 我要去求它的平方根 我們可以把這個a 去當作一個正方形的面積 我們要去把它的邊長找出來 那邊長找出來根據挖號1 我們就直接a,挖號a就是它的邊長 那麼這個挖號a就是它的其中一個平方根 但是根據平方根的意義來講 它是x平方等於a 但是不要忘了它還有一個相反數 就是負根號a 雖然它不能夠當作長度 但是負根號a乘上負根號a 依然可以滿足x平方的答案 就是這個負根號a乘以負根號a 也是滿足a 所以我們不妨用這個方式 所以只要x到平方根 一個很簡便的一個記憶方式 就是說我們知道一個平方根 我們還可以把它當作邊長 那這個可以當作面積 但是負的部分就是它的相反數 也就是說平方根就是等於正方形面積的一個邊長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平方根就是這個邊長的相反數 我想這樣子同學們就會比較清楚平方根的一個意義 比較不會混亂 所以根據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來解這一集 以這一集來講它說2x-1的平方根是正負7 根據剛剛我們看正負7就好 假設它是一個如果是正的 先不管它的正負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當作一個正方形的面積 它的平方根就是7 那如果平方根是7 代表它的面積就是多少呢 七七一四十九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2x-1的平方根就會等於多少呢 四十九 這是一個面積 因為它們兩個相乘就會等於這一邊 所以從這裡呢 這第一步 你可以知道2x就會等於五十 x就會等於二十五 有了x等於二十五之後呢 我們就帶到第二個 求3x加6的平方根 一樣可以把它當作面積 我們去求它的一個 因為這個我們在高中間 在國中階段不會去求負數的平方根 因為這個會衍生到高中的一個虛數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大可放心 在國中階段大可放心 我們在求平方根的時候一定都是正的 會碰到一個正數 那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正方形的面積 那想像成正方形的面積 我們開根號之後就是它邊長 再找它的另外一個相反數 就會滿足它們兩個平方根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把它帶進去 就是x乘25 25帶入3x加上6 所以帶進去之後呢 25乘3是75 75加6是81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81當作正方形的面積的平方根 也就是說x的平方 x的平方 就是到底有長度長度的平方 或者說相反數相反數 就是另外一個數字的平方 什麼東西的平方會是81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x等於正負根號81 再來根號81是不是9乘9 所以也就是說正方形的面積是81 它的邊長就是9 那我們再抓它的另外一個相反數就是-9 所以這裡很快就是正負9 這個想法會更快一點點 也會更有一個幾何商量想法 然後再應用代數 由幾何跨越到代數 用幾何的思維抓到其中一個平方根 我們就可以抓到一個面積是81 我們用幾何的思維抓到其中一個平方根 是正的9 但是它還有另外一個平方根 就是它9的相反數就是-9 我想這樣子的話 同學們會對平方根有更確切的一個想法 因為正9乘以正9是81 負9乘以負9也是81 所以正負9就是81的平方根 希望同學們的平方根可以越來越清晰 同學們加油